振興中華 冥記歷史 振興中華 由我做起 冥記歷史 振興中華 由我做起 無忘九一八 無忘九一八 勉懷先烈 開創未來 9月18日 正值918事變88周年 在香港唯一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 烏焦騰抗日英烈紀念碑前 多位元東江縱隊 港九獨立大隊抗日老戰士代表 和各界人士共約50人 一同舉行紀念活動 紀念抗戰勝利 提醒公眾勿忘九一八 活動現場 各界人士首舉國旗 齐唱國歌 伊勇軍進行曲 向烈士紀念碑默哀一分鐘 隨後三鞠躬 並進線花圈 繞紀念碑一周 莊重瞻仰 其中一位接近90歲的抗日老戰士代表 堅持要和市民一起繞紀念碑 表達對犧牲的戰友的懷念 元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 聯誼會會長林真表示 烏焦藤抗日英烈紀念碑 對於加強香港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 有重要意義 烈士們抵抗外辱 為國家做出的貢獻 值得所有人銘記 年輕人更應了解和牢記 勇敢的烏焦藤人民 是愛國、愛港的典範 烏焦藤抗日英烈紀念碑的重立 亦是對港九新界所有抗日英烈的勉懷 對在香港宣揚烈士的事跡 紅揚愛國、愛港的精神 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的基地 有重要的意義 烏焦藤地處香港船灣交易公園內 交通不便 但是許多市民仍然花費兩個多小時 從市區前來參加九一八事變紀念活動 許多市民表示 這點路程等不住他們前來 紀念中國抗戰先烈的心情 市民表示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在中國東北 蓄意製造並發動的一場清華戰爭 他們不會忘記這段屈辱的歷史 更加會珍惜現在的生活 並希望香港年輕人 能多了解一些中國歷史 為國家未來發展而努力 我們要向他們致敬 所以我們一定要給年輕人 特別是香港的教科書 我覺得一定要加入中國歷史 讓他們可以知道中國歷史 無望初衷 紀念當年在烏焦藤 英勇戰史的歷史和抗日戰爭 香港東江中隊 游擊隊 他們愛國 愛過我們的民族 是為了我們的下一代而努力 是很值得我們敬佩的 很值得我們去紀念的 更多精彩尽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看到了 當時死亡 努力